大家好,又是心靈加油站的时间了 如果我问你,你觉得自己成不成熟,你会怎样说呢? 你觉得自己已经30岁了,很成熟了 有些可能说,我已经40岁了,但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很成熟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长辈,每次见他都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比以前成熟一点? 我都想了很久,到底一个人怎样叫做成熟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愿意挑战自己,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去改变的话 我觉得一个人是愿意愿意愿意成熟的,怎样叫做挑战自己呢? 就是我明明觉得我习惯了,我记得我以前是要写片文,要洗头,又要一张很漂亮的字才能写到的 但后来由于工作又忙碌,很多的环境的压力之下,发觉到没有办法 几忙,总之随便有一张我都可以写到,或者现在可以打到字了 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去面对的环境,其实是成熟里面重要的环境 当然另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一些固有的想法 什么叫固有的想法呢? 我记得小小的时候经常听一句话叫做腹无重置,和不单行 好像我们早上起床,上班,忘记了,大八八通 我们会觉得,糟了,忘记了大事,然后又会想,今天会不会呢?恶运连连呢? 我知道有些人真的这样想的,但如果这样想的话呢 你就被这种叫做腹无重置,和不单行的思想,来操纵 所以我小小的时候真的曾经这样想过,糟了,是不是衰运呢? 不过信了耶稣之后,我发觉到不是的 原来,当你明白到呢,我的一生,或者我的每一天,都是在上帝手里面呢 我不见了八大通,不要紧要,买一张,是不是? 然后回到来,等自己停一停,静一静 不要给一些负面的思想,令到自己是受那种的,我常叫做群绑 这件事是不必要的 当然,另一个思想的改变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曾经听过一些年轻的朋友,在结婚的时候跟我说 真的好了,我找到呢,我梦中情人了,完美的一半 我通常就会潑他一盆冷水,不是的 你结婚之后,你发觉到呢,那个人呢 可能跟你相距,想象之中的相距十远的 我看过一些调查,他说是的 大部分结婚的夫妻,可能百分之九十九呢 我觉得另外一半呢,和他们心目中的想象呢,是大大不同的 当然啦,人会变的嘛 所以,与其说呢,我找到一个真是值得我爱 或者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我觉得同时呢,我们要改变自己 去学习,怎样爱自己,和爱对方 我觉得这个呢,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改变来的 当然,也有些人说呢,一个成熟的人是真定的 是懂得每天沉思,反省 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左右的 另外呢,也有人说,一个成熟的人是需要表里合一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的 不开心,就不开心 不要装假,或者去奉仪,讨好别人 一个人活得真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自己开心点 人成熟点,周围呢 又会多些朋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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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到你 妈妈